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港楼市好像有轻微回暖的这种迹象 成交量也是从这个谷底稍微回升 中港免隔离通关已经是超过一周了 有利于这个资金可能会有一种北水南调的现象 那香港的隔离措施也是几乎来到放开了 最新的就是确诊者好像是免隔离了 但是在月底才生效 那叠加这个春节行情啊 传统都属于这个看楼啊买楼这种旺季 那楼市有没有机会进一步来到解冻迎来一阵的小阳村呢 您觉得呢 我自己觉得短暂小阳村是有些可能性的 因为为什么本身就是那些老百姓就是化解业绪方面呢 他们觉得未来方面可以重新那个回复正常 那个经济方面可能会转好 那变成了他们会可能把握机会去陈迪吸纳 或者那个陈迪做一个炒卖 甚至服务可能也就本来翻盘去卖房的那些 他们可能就是那个做法就是暂停那个买卖 然后再等下一波的那个化解 等那个价格稍微好一点再卖 所以变成了那个货源供应方面可能有些转变 有些改变 所以变成未来方面呢 港股那个楼方面呢 香港那个楼方面呢 有可能就稍微小阳村 但是那个小阳村方面 我自己觉得都是应该短暂的 因为为什么本身 尽管那个房价方面已经跌下来了 一般都有10%以上了 但是关键这个问题就是 因为现在加息了 本身那个工房的那个负担 现在跟之前那个难来说了 其实还差很远 因为现在那个美兰储方面的那个历史方面 已经到了四里半的那些水平 那等于就是工房的那个负担方面 就明显就多好多 因为我们香港那个一个月的high波 其实都已经涨了上来了 所以变成了 我自己觉得因为本身其实买房 很多时候大家习惯用那个房价去用来做一个对备 但是实际上呢 其实房价对于那个真正正正的那个变化方面 不够那个本身工房负担那个影响的大 比如说如果现在那些老百姓 如果是他已经用了70%的那个收入方面用来供房 变成了他未来方面再能够往上涨 大幅往上涨 机会就会相对债了 所以变成了未来方面 我自己一个人决定了 自己现在呢 房价方面 因为已经本身工房 这样的那个收入比例方面 已经相对在高位徘徊 所以变成了整个大盘来说了 其实我觉得涨一会儿 可能会有一点好处 但是如果是长线来说了 还是要美兰储方面减息 那那个时候对房价方面 才有一个稍微好的帮助 否则可能都带高位 站不上单而已 确实 但是我们来看看近期的 在这个地产市道方面 确实在市场上呈现了一个 量价其升的一个感觉 那么有地产代理相信 在今年年初本港的楼价 仍然会处于一个调整阶段 预料最快在今年的上半年 加期周期有见顶的迹象之后 本港楼市的能见度才会有一些好转 才会有机会呈现一个大突破 而且预计2023年 本港的楼价有机会触底反弹 是有5% 包括在近期气氛混乱之下 我们看到新盘的成交 也是有改善的一个情况 我们看到这讲新盘成交量 量额其升 每年的资料就显示出 1月份的首17天的 这个新盘成交量 就录得了约为294宗 已经是超过12月 全月约有269宗 高出超过9% 那同级涉及的金额 就达到47.1亿元 同样也是超越了去年全月 约为38.9亿元 高出约为两成 反映这个买家的置业 这个信心也是在回升当中 没错 而且我们看二手方面 也都是比较活跃 包括美联也统计了一些数字 在虎年上个周末 也是最后一个周末 14到15号 十大二手指标 乌院录得于25宗的买卖成交 按周增加了38.9% 不但是连续七个周末 录得双位数 而且更是重回到20宗的 一个活跃水平 而且所有乌院都是录得一个成交 为什么要关注这么多楼市 方面的成交 价格方面的一个数据呢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 如果今年在本港楼市 有机会出现一个转世回暖 包括在外围西口走势 有机会在今年见顶的话呢 那么如果这个销售 或者是价格带来好转 那么势必对于本地的地产方面 应该说是一个 脾气太来的一个外围趋势 跟楼价走势 所以想问一下您 我们看到在今年 如果楼价走势 是这样的一个环境 一个预期的话 那么是不是今年 可以相对来宽注一下 本港的地产股 有机会在今年 迎来一个不错的走势呢 说实在的 那个市场方面 在那个稍微早之前 比如说早一两个月的时候 已经开始对于 那个房地产股方面 已经有一个关注了 比如说好像那个 新鸿基这样子 他们那个股价走势 从那个低位方面 比如说那个83块钱左右 在11月初的时候 已经见底了 那其实跟那个大盘方面 没有什么太大分别 然后就一直往上涨 现在已经涨到那个 今天最高位是111块5 现在在111块3 其实都是跟那个早期前 那些高位方面 没有太大的那个分别 可以看得出来 市场方面 其实已经对于房地产方面 他们觉得会稍微微软的那种状况 他们是抱有那个期待的 但整个来说 我自己一个人觉得 因为本身其实如果 上北纪下稍微早之前 那个本身那个利息 稍微在一个稍微低的那些水平来算 现在那个水平如果反弹到 我自己觉得115块钱 那个新鸿基可能都有点阻力了 因为什么本身其实有两个因素 第一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利息的那个因素 因为利息的那个因素方面 其实很关键就是他们出去 比如说好像投地也好 发展也好 房地产商大家都知道了 是一个基本高度密集的那个行业来的 那变成了他们那个利息开支方面 会不会相对多了 然后如果是买房的那些用家方面 或者吵架也好 用家也好了 本身他们买房的时候的成本也多了 所以考虑性就会多了 变成没有以前这么爽了 这么那个愿意给比较多的那个钱去买 所以变成那个有一个变数债 然后另外一方面 内地的那个房地产 其实都是在那个低位 因为现在好多时候大家就想了 通关以后 内地好到买家 可能会跑来香港去买房 但先想一想那个问题 就是内地现在那个房价 其实都已经跌了 都相对来说在低位 好多时候经常听见那些电话响了 就是内地那些房地产 那些稍稍经济方面去跟我们人性 有房卖很便宜 那变成了其实内地买家 也会收到那些电话吧 我自己相信他们如果是想改善一下 那个居住环境 其实也会考虑内地 或者投资或者收租金 也会考虑一下内地 所以变成了不一定真是能够通关以后 香港那些那个房地产能够涨得很厉害 我自己觉得刚才您都说了 涨百分之五百分之五算过什么了 说谁在的真实不算什么东西 其实有几大因素 刚才Harry也是提到了 很多因素在左右香港的楼市的一个发展 其中之一就是这个美国的吸力的走势 到底能不能在今年见底是一个关键 另外一方面就是中港通关之后 能不能把资金回流到香港 注入到香港楼市也是关键之一 所以两方面也是存在一定的隐忧 那我们再关注到我们的香港方面的一些地产股 我们就看到有些大行 其实在这两方面因素方面还是相对比较乐观的 比如说季早前这个大摩是唱好本港今年楼市 并将本港地产股评级是连升两级至吸引之后 再有大行是唱好本地的地产股 比如说今天就有高盛是调高了本港楼价的一个预测 并且是上调多支地产股的目标价 高盛报告就指出内地对外开放 以及这个预期联储局快将停止加息 令到楼市复苏憧憬是升温 今年的楼价预测就由下跌15%改成下跌10% 那未来两年的预测也是由原先估算是不会上升 转为每年各升4% 继而是将一众的地产股盈利预测最多调高 将近1.3倍 指出地产股虽然由低位已经是反弹了不少 但仍然是落后于大势 其中就将常识的这个评级 是由中信上调至买入 认为有最高的股本回报 以及稳定的派息的增长 目标价就上调到了65块1 那针对大行的一些报告 也想请问一下Harris 对于这个本地地产股 特别这个大行看重的这个常识 不知道您这个看法怎么样呢 会不会认同大行的这样一个观点 常识其实整个大盘来说 其实我手头上的那些数据 其实整个市场对于它的观点 那个2022年 其实盈利是有所增长的 增长的7%左右 但是2023年 暂时为止 都是有一个心理准备 可能觉得它有点持平而已 就没有他们讲的翻好多倍的那种状况 如果再看那个市盈率方面 暂时为止是8.4倍市盈率 如果是那个股息率方面 4.77% 那个百分之4.77% 说实在的不是一个很特别的那些数字 没有他们说的怎么乐观了 我自己抱有一个不确定性 因为早之前 比如说跟最近那个2022年的那个高位方面 才不过是57块钱 要到65块钱 我自己觉得稍微偏高了一点点 那是代表了 他们未来方面能够在盈利方面 真是涨得这么多了 那个我要未来方面要观测一下 但是暂时为止 我自己觉得都还是比较保守一点 比较好 所以非就是只有它 一间公司它有一些 那个project方面 就是做得特别的好 否则就应该我自己觉得 就稍微比较保守一点 我自己觉得比较稳当 暂时为止 那个50周线的那个位置 方面50块钱 我自己觉得短暂有一个阻力 其实50周线那个位置 也是刚才是50块钱 那个中间位置 我们那个警速关的那个位置 所以我自己觉得了 我没有他们这么乐观 是在的 我宁可投赞别的反馆率投 可能感觉会比较好一点 是 可能您对于这个本港地产板块 可能这个乐观预期没有这么高 或者说觉得在今年的一个市场当中 相对觉得直播率可能没有这么高 但是如果我们将几只地产股 放在一块做个比较 大家能感觉出来 虽然说今天新地方面表现比较好 是创出了一个52周新高 但是在整体走势上 我们来对比一下 其实能感觉到最近 其实除了新地之外 包括像横积 其实表现也是非常稳健 一路向上 而且对比几只地产股 吸率也是有6里以上的一个水平 之前也会有这个石颂米 这样的红股的情况 也会让大家觉得说 今年地产市的好转之后 这样的一个派红股的情况 能不能继续在横积在出现呢 包括我们看113 虽然说走势上不如其他几只 但是大家在去年年尾的时候 也看到过 常识是以87亿投得 这个启德的一块 近宋皇台地铁站的一块地皮 这个地皮的这个价格 是低过市场下限两成三 大家都会觉得说 哇 在地产市道不好的时候 成哥的投地非常有眼光 总是能够去捡到一些便宜货 去这个有一个不错的价格 去投到一块 一些比较不错的一些土地出来 所以想问一下 您其实如果几只在一块做对比 想问一下您的一个priority的 一个优先次序 会看哪几只优先呢 横积更直播 还是说能够一些投到一些 更便的一些 常识会直播 还是说看一下新地新世界这些 内地业务比较多的 您的一个选择会看哪只为优先呢 横积就今天方面反弹 也反弹得不错 今天方面反弹2毛5 那个水平 其实0.85% 暂时为止是它的那个走势 都好像那几只地产股都是徘徊在相对靠近 高位那个情况 最差是暂时为止 在股价表现里头最差是新世界 那相对来说不要落后 但整个来说了 他们我们因为公司其实在发债那边 其实我们也做了挺多的 横积方面其实本身过去也有发点灾赚 其实那个情况 我自己发现就是那个灾赚 那个收益率方面都已经提高了 那变成了对于他来说了 其实在未来的那个利息开烧方面 开支方面也相对来说肯定会有一个影响 那那个是大家都可以预期了 因为本身是如果美联储方面把利息往上调 他不可能再用寄钱那个两三厘的那种状况 去贷款所以变成了那个我自己觉得有影响 但整个来说了 如果是那个卖房或者那个盈利增长方面 其实如果是横地 它的那个走势 其实跟那个刚才新鸿基 打载预测都差不多 根本就是那个上一年的那个 2022年的时候 有点倒退 但2023年 比如说增长大概不到百分之十左右 所以整个来说了 都是那个稳稳定定的有点反弹 我自己觉得那个就是大盘给他们的那个预测 其实1113方面要有类似的状况 关键就是个别的那些分析员 他可能对于他们来说了 可能比较乐观 但是我自己觉得了 香港那个房 因为本身其实还得要那些老百姓去买去住的 所以变成真实那个居住成本方面 还是相对来说也比较高 我自己觉得到了现在的位置 跟机前高位方面差没多远的话 那我自己觉得 领可拨别的板块 其实本身好多板块 曾跟着一些那些历史高位方面还差好远 我领可拨别的板块 我也不喜欢等不太多钱 在那个本地房地产里头 多想问一句 因为Harris就是看到 对于这个本港的这个楼市走势 还是相对比较保守一点 所以对于本地的一些开发商 地产商 还是也是相对比较保守 但是另一方面 因为我们今年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 大家都付偿了通关了 那这个租赁商场租赁这一块的这些主要业务的这些地产商 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比如说这个西盛了 比如说太古了 这一类型的股份会不会好一点呢 相对来说 那个太古 或者甚至乎那个九龙仓方面 我自己觉得都会好一点 因为什么本身真是 他们早之前好多那些铺位方面都是相对来说暂停了 有的我们比如说我们楼下那些铺位方面个别 其实我们在IFC楼下的那些铺位方面都空着的 所以变成了 我自己觉得如果真是游客方面慢慢慢慢恢复过来的话 那对于他们招租的话 我自己觉得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然后甚至乎他们的租金能够往上调的那个机会方面 还是比较容易的 所以变成了我自己觉得宁可如果真是算那个房地产的话 算那个收租股 我自己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如果是再说就是那个 比如说房拖房地产信托基金那些 我自己觉得最近都有点反弹 因为反正他们很多时候 就跟那个債券收益率方面去比较的 比如说早之前那个債券收益率方面 不断的那个往上调的那个时候 所以好多房地产信托基金方面 都是跌的挺厉害的 比如说那个月售房地产 甚至香港那些 那个778那些都是跌的相对来说也比较厉害的 但最近都跟那些债权方面有一个关联性的 都是往上涨 都是涨得挺好 反弹的挺好 所以变成了不一定要买那个 西大家族的那些 本身积极的那个房地产股 我自己觉得了 其实买一些收租股 还是买一些房地产信托基金 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稳当了 好 明白 那这一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先去一节广告回来 再跟Harris 李希良 引温和形作词 好 因为这个房地产股 真是一个卑鄉 远的费 还可以说 优优货 两个月 那这边